全世界最可怕的十个动物灾难 天降蛇鱼竟然真实存在 雷暴 冰雹 飓风 狂雪 这些极端可怕的恐怖天气 我们或多或少会在电视上见过 但是 若从天空上掉落成千上万的可怕动物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神奇的大自然呈现出千奇百怪的面貌 也给人类留下了一个个难解之谜 今天世界之最套 就来带大家盘点地球上曾经出现的 十个最惊人的动物现象 连科学家都为之感到震惊 而它们中的一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毫无疑问的生物灾难 第十名 超级蛇血 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 纳西斯的野生管理区 每年春天都会出现一片 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蛇海 这片纠缠在一起的蛇海 由数千条红边袜带蛇组成 在经过漫长的冬年后 这些蛇开始活跃了起来 纳西斯以北几公里的蛇学就是他们的家 作为冷血动物的蛇类意外地喜欢这里的阴沟口 在古生代 这片区域被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石灰岩覆盖 有着数千处裂缝 坑道和洞穴 缝隙中常年累月渗透的雨水 使得表面的岩石逐渐崩裂 最终形成了你现在看到的 非常适合冬年的阴沟口 吸引了许多红边袜 带蛇不顾路途遥远 鲜徙到此 然而毕竟阴沟口的数量有限 于是便形成了如今成千上万条蛇 挤在一个阴沟口的景象 每年四月末五月初 雪融化的时候 雄性红边袜带蛇 率先钻出它们居住的石灰岩 等待雌性的红边袜带蛇苏醒 然而 当女主角最终出现的时候 男主角的确很难在这一大片 意念般的海洋中发现它们 别担心 我们的男主角是懂GPS的 雄蛇可以通过雌性的性性吸塑 定位雌蛇的所在 然后大量聚集在它身旁 形成一个大约有50条蛇的胶尾球 这样的胶尾球分布在树枝 草坪等各处 目前 纳西斯野生管理区 有四个活跃的蛇学 每个蛇学大约有3.5万条蛇 总共大约有25万条 这一奇特景象 让纳西斯的蛇学非常受欢迎 每年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科学家 前来观看这独特的蛇海之景 但是对于害怕蛇的人来说 估计仅仅是看一眼图片就会头皮发麻 第九名 结网的树 如果你发现一棵树上面挂满了蜘蛛网 甚至几乎要把整棵树包裹起来 请不要害怕 这并非外星怪物入侵 而是数百万蜘蛛躲避洪水时的杰作 2010年7月 巴基斯坦 开博尔普赫 图赫瓦省 信德省 庞浙普省以及比鲁之省等地普降大雨 巨量的降雨 猝不及防地引发了洪水 巴基斯坦超过五分之一的地方都受到了洪水侵袭 这场洪水造成了大约2000人丧生 2000万人流离失所 面对这样的险情 聪明的蜘蛛把树木当成了避难所 他们在树叶之间支起了死亡 无数蜘蛛网将树枝紧紧包围 从远处看 每棵树都像被大网包裹着 民众表示 他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怪树 虽然从外观上看十分可怕 但也给当地人的生活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原来一般来说 如果附近死水较多 蚊子会比较猖獗 而这些蜘蛛网扮演了灭蚊高手的角色 蚊虫数量的减少 大大降低了当地人染上瘧疾的风险 第八名蚊虫自爆 2005年 德国汉堡的一个平平凡凡的小池塘 摇身变成了蚊虫的形状 大约一千只蚊虫 以一种可怕的方式死去 目击者称 他们先是膨胀到正常大小的3.5倍 然后突然爆开 内脏散落在几米远的地方 对于自爆的原因 众说纷纭 有的人认为是未知病毒感染引起的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小池塘感染了不明细菌 而事实证明这是一起大屠杀 而凶手是充满智慧的乌鸦 德国科学家再次检查了蚊虫尸体后发现 其他内脏都在 只有肝脏离奇消失了 何情推测一下 这很可能被乌鸦吃掉了 聪明的乌鸦 深知蚊虫的皮肤是有毒的 而肝脏是唯一能吃的部分 而当时刚好是在蚊虫的交配季节 蚊虫们狂欢的舞会正热烈 不幸被乌鸦发现 蚊虫为了自卫 只能膨胀身体 但是它们毕竟只是一坨肉球 哪里经得起乌鸦尖利的会 被乌鸦戳破后 它们膨胀的身体最终像气球一样 发生了爆炸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第七名 两鸟群飞 就个体而言 欧洲两鸟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黑鸟 但当它们聚集起来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什么叫做遮天蔽日 和许多普通的鸟类一样 欧洲两鸟也习惯在密食或迁徙时 集合群飞 而实际上 在两鸟群飞状态下 你很难用降低捕食风险来解释它们的行为 因为两鸟群飞更像是一场表演 这种状态下的鸟会有特殊的一拍 和轻柔的飞行叫声 在秋天 冬天和早春 当两鸟将要抵达它们今晚睡觉的地方时 它们会在日落前一个小时发出舟鸠声 然后 就是一场壮观的空中表演 这样的表演 大约会持续45分钟 之后所有集群的两鸟 都会降落到它们的栖息地过夜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 两鸟群飞实际是一场 吸引更多两鸟过来一起睡觉的仪式 对于体型较小的鸟类来说 它们失去温度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 它们需要更多的同伴聚集在一起 彼此保暖 它们发出特殊的声音 其实就像是一种掌声 目的是吸引同伴加入行列 至于这些鸟是如何在保持 大规模群体移动时不撞到彼此的 这依旧是一个谜 毕竟 这些鸟不会读心术 看上去也没有明显的领导者在一旁指挥 第六名 红蟹海洋 每年八月底 在澳大利亚都会上演一场 浩浩荡荡的螃蟹大迁移 它们正是圣诞岛红蟹 每年如此迁徙的红蟹数量高达数千万 它们会集体性地从丛林深处的洞穴 土壤表层深处 窟落 树叶林等地方一起钻出 然后一起向着温暖的水域出发 交配产卵 而后再返回原驻地 如果你出现在迁徙现场 你会发现沿途的道路 桥梁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大量的红蟹 像是红色的潮水一般 看起来格外壮观 资料显示 这种螃蟹被壳呈黑色 腹部和四肢都呈通红 像是被烤熟了一般 其最长寿命可以达到五十年左右 而正常情况下 一只母螃蟹一生可以产出上百万只卵 所以它们的家族尤为庞大 选择在八月这个时间段出发 还有一个原因 这时的雨林会普将大雨 为它们提供一定的保护 而暖心当地政府还为它们的迁徙 修建了安全通道 一路护航 第五名 鲸鱼山 鲸是生活在海洋中的哺乳动物 也是世界上存在的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 鲸的祖先和牛羊的祖先一样 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环境发生了变化 鲸的祖先就生活在靠近陆地的浅海里 又经过了很长时间 它们的前肢和尾巴 渐渐成了鳍 后知完全退化了 整个身子成了鱼的样子 最终适应了海洋的生活 自古以来 人类就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 常有单独或成群的鲸鱼 冒险游到海边 最终在退潮时搁浅死亡 据记载 远在1783年就曾有18条抹香精 冲往欧洲一北河口 在那里蹬死 此年 在法国奥迪爱尼湾又有32条抹香精搁浅 18世纪 一些航海家在塔斯发现了恐怖的鲸鱼坟场 一堆堆的腐尸和白骨散布在海滩上 一片凄凉 世界上第一个记录鲸鱼搁浅现象的 是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他直率地告诉人们 竟究竟为什么会搁浅 我无法回答这一难题 古代的著名学者普鲁塔赫 甚至把鲸鱼搁浅现象解释为集体自杀 为什么聪明的他们会一心寻死 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假设 但直到现在 科学家还没能对此给出准确的答案 马尔代夫的岛屿 褪去白天耶林树影的光芒 到了晚上也依旧是人间天堂 那里有一处梦幻般的海滩 大片的蓝色荧光沙滩 在夜幕中显得格外显眼 如同一片蓝色火焰在沙滩上燃烧 从远处看 这片发光的海滩 就像是一条从天而降的璀璨星河 闪烁的蓝光如同繁星 将漆黑冰冷的沙滩点缀的 一一生辉 这些美丽的光芒 来自一种叫做蓝眼泪的浮游植物 当它感觉到海水一动时 它会在水中与氧气发生反应 然后就会产生这种蓝光 但是离开海水的蓝眼泪 只能够生存一百秒左右 随着能量的消耗 这种光芒最终也将消逝于夜色之中 第三名 蝴蝶森林 千禧 听上去就不像是昆虫能干的火 所以说 帝王蝶是昆虫千禧奇迹的地造者 这一点也不为过 它可是地球上一万七千种蝴蝶中 唯一具有千禧习性的蝴蝶 每年的八月初 帝王蝶都会进行一次 声势浩大的冬季大迁徙 云有六千万到一亿只帝王蝶 会加入这场长达4828公里的迁徙之旅 迁徙的蝴蝶数量和距离都十分惊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 这场迁徙并不是由一代帝王蝶完成的 因为它们短暂的生命 根本不足以完成如此长时间的旅途 这样的迁徙 通常由三到四代蝴蝶接力完成 这种世代迁徙是非常罕见的 在到达目的地后 它们就会开始长达五个月的冬眠 期间帝王蝶会覆盖在树干和树枝上 远远望去 仿佛是大自然给树木换上了一件橘色的外套 每个集群都由上千只帝王蝶组成 冬眠的帝王蝶甚至会将树枝压弯 甚至压断 可见其数量之多 而那一个个干枯的树枝 也被它们装点得别有一番味道 到底是什么在给它们引路 有人说是地磁场 有人说是太阳光 但具体原因依旧未知 第二名猴子入侵 泰国曾经爆发过相当严重的猴灾 猴子们突然涌入在街头 到处横冲乱撞 甚至还袭击市民 扰得当地市民反不胜反 原来这些泰国弥猴园 本是一些景区的明星 游客们的大量投喂 让这些猴子过上了舒服安逸的日子 但是随着泰国边境封锁 游客大量减少 猴子没有食物后 就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 甚至大胆到攻击当地市民 甚至还有人拍到了一群猴猴在街头 为了争夺香蕉而大打出手的画面 第一名 黄灾 没人希望看到遮天蔽日的蝗虫 随着季节性降雨 数十亿只年轻的沙漠蝗虫 从索马里的繁殖地飞出来 寻找新鲜的植被 它们实在太能吃了 一旦它们降落在你的花园或者田地里 它们会把能吃的植物消灭得一干二净 这种毁灭性的蝗虫灾害 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联合国已宣布将应对蝗灾的援助金额 从7600万美元提高到1.53亿美元 并表示 需要在出现更大规模的蝗虫群前 采取行动 第零名 蛇鱼 在现实生活中 一条蟒蛇突然出现在你面前 就已经十分的恐怖了 那假如说 当你走在路上 一群蛇从天上掉落 铺满你的视野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877年1月15日 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市的两个接口间 伴随着倾盆大雨 天上降下了数千条 一英尺到一英尺半长的蛇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还活着 这可把路人吓得不轻 在调查研究这一现象时 美国科学杂志认为 这些蛇可能是被飓风带到了高空 然后随着大雨降落下来 但确切地说 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办法给出肯定的答复 说实话 这群蟒蛇如何飞上天的 我同样不知道 但我只希望 同样的雨永远不要出现在 我以及观看视频的观众们的面前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以上这十次动物灾难 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订阅